是的 談談京東物流2618 平均買入價是31元 那前景怎麼看呢 他說應不應該在26元就再加持呢 我覺得其實如果在現階段一個中長圍堵的時間 投資的股票其實是跟失誤沒有分別的 這個我覺得 首先京東大家比如說在我是廣平台 或者甚至在學校的角度 大家都知道我一向是偏淡京東的 這個是一個很明顯的態度 但是我要強調我就是偏盤9618這隻股票 我從來都不偏盤它的指系的分剎股票 特別是京東物流我是不買的 因為第一其實京東物流本身來說 也算是一個它社會很有貢獻的一個所謂的行業 所以在一個行業的基礎上我完全尊重它的 但是我不是太過認同它是什麼 就是它第一來說是ثر是一個所謂的商業模式 因為商業模式的角度的比較重在資產的 所謂的商業模式 你是要經歷了京東前半真 不斷這樣投的時候 不斷不斷ünüento 不斷 可以R&G 不斷不斷投 不斷不斷地投 投到後段才有機會釋放得了利潤 其實它仍然有一個所謂的業績滑跌路 或者是爆雷的所謂的日子 就是最近這一兩年 所以如果去到最大的公司 都有機會投了這麼多貨幣之下 都有機會爆雷的 經常都被一些新加入的所謂公司去干擾的話 那其實京東物流都可以面對一樣 這樣近來干擾或者周期勝的 是所謂的業利失速的一個問題 再加上市值的定價由來到尾都不是特別便宜 有差不多一二千億 就是二千億左右的市值 那再加上就是說 其實是要展望到可能甚至是2023年 或者2024年才真正是有盈利的 最下是得很少的盈利的角度的 那其實你計算P.E.的角度 其實都沒有P.E.給你計 那變成整個股價裏面 如果斷一季 規選沒有收窄的 或者沒有重大驚喜 你不斷派發下去 你不怪得人的 那所以就變成整個股價 很明顯都是一個 一浪低一浪的一個形態 是完全沒有改善的 那所以這個股價我覺得 最後一個總結論就是 第一 買的這個股份 本身來說 是對於Fundamental的研究 可能來說是有少少輕率 而第二就是說 如果我為了離場 純粹one and only one 的Factor 為了自己是想離場 而進行溝貨 那我覺得對於自己的資坦 應該是一個 算是有少少不負責任的行為 的這一個大 是有少不負責任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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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